国务院总理温家宝6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 出席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秘书处成立大会 即首次国家协调员会议外方代表 温家宝说 今年春天我同中东欧16国领导人在波兰华沙 举行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 就全方位加强中国同中东欧国家关系达成重要共识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秘书处的成立 和首次国家协调员会议的召开 标志着合作平台和网络的建成 将有力地推动实施中方宣布的12项举措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正在迈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我相信建立在相互尊重完全平等 真诚合作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合作 必将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互信与友谊 更多造福双方人民 温家宝表示 中方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 赞赏欧方解决欧债问题的决心和做出的努力 加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 是深化中欧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利于中欧携手应对挑战 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到更高水平 中东欧国家协调员代表表示 中东欧国家与中国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 彼此关系有着良好的政治和互信基础 扩大合作面临难得机遇 华沙会晤开创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关系新的历史阶段 秘书处的成立和国家协调员会议的成功召开 标志着落实领导人会晤成果的工作迈出了重要一步 中东欧国家愿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旅游等各领域 发展同中国的全方位合作 相信这有助于增进中东欧国家与中国的传统友谊 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 也有助于促进欧中关系